欢迎大家收看Fully Dimension的频道 我是基夫 之前在Fingerverse发现了一个座桌架 感觉很合适 Eva的模型 我下转了 印印了 是挺漂亮的 看回这张照片 如果用不同颜色组合 会有挺好的效果 然后我想Mk6 通常是浮在这边的姿势 而这个模型 也会附送支撑 支架和底座 有没有可能把支架 插到这个平台 我就尝试做 不如开始吧 开始之前 多谢分享这个架的朋友 这个架的连续 我都会放在 视频简介里 大家可以下转 以延伸到 因为它有 Share a like 的拉神 我改了的东西 我都会放上Fingerverse 做一个remix 影片后 大家可以下转 插进去 插进去之后 效果都OK 我发觉 所以就连其他颜色都印了 令到它一起 可以跑 再组合其他东西 做一些古怪的姿势 而且这套组合 可以无限延伸 弄上去 所以我非常之喜欢 我们开始 改版本 我今次 会用TingerCat TingerCat 就是这样 如果大家 不太认识TingerCat 是什么 可以看之前的影片 讲到TingerCat 我最常用 其实就是 改一些 现有的模特 去符合我的需要 作一个 个人的用途 这样 在今次 改的过程 我发觉都有一些位置 有一些东西都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下 最基本的 我先放了图 进来 先按 Import 把图片放进去 这个组合的架 其实它有两款 它有四方形 还有六角形 六角形 其实是 在Ever的世界里 都出现很多 所以我喜欢六角形 今次改的也是改六角形的 把图片放进去 把图片放进去 Import 那你会看到 那块板就出现了 我可以把它转了 颜色先 看得清楚一点 至于那个洞 当然要基于 那个模型送的那支棍 是挺粗的 这个大家可以用卡帖 但是有一点要留意 如果你发现的话 它那支棍 是圆形的 但是它附送的平台 那些板 就会是六角形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其实因为 它的支柱支撑 其实它是一个 Injection Mode 就是用一个 倒模的形式 用AB模的形式去做的 有时会对不齐位 那用六角形的孔 去配这个 圆形的柱 它就可以有一些 margin 有一些空间 令到 左右AB模对不齐 粗了的地方 都可以塞得到一个洞 这样的 所以我都会用一个六角形的孔 去改这个板 这样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右边 这里 就拿一个六角形出来 这样 转一转它 你会发觉 六角形很大 对啊 还有怎么改变它的尺寸 好呢 那其实呢 在左手边这里 你会看到我按什么按键 我现在按住SIFT 如果我选了这个东西 按住SIFT 再选它其中一点 它就会按比例 这样转的了 那你发觉 喂 好难啊 我想要它的高 是整数 那我又说回 其实我量了那条柱 量了支撑那个圆 那个柱 其实就大概是4.8mm 至到4.9mm 那大家都知道了 如果那个粒和凸 那两方 都是同样尺寸的话 在3D打印的世界里面 是没有可能插得入的 那所以我们要预回一点点空间 那究竟要预多少呢 就在乎你那个打印机的 那个准确度的 那个调校了 那通常呢 就用大概0.1mm 到0.2mm 的空间 给它 这样就会 ok 插得入的了 那至于松紧呢 就要大家慢慢再尝试了 那我怎样令到这个 可以按比例去到5呢 那如果我按住SIFT 来按 其实它是会慢慢退 对不对 但是又有个问题 因为它退极都不适合 那些数字 那其实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按住SIFT 点一下这个斜角 放手 接着移到这里 打那个数字 那比如我刚才说的 那我今次设定它做5的高度 5的高度 你可以预示到 就会有一个直径5mm的圆形 就可以放到它在里面 那 那 这样来做 那 譬如我现在按了 那你会看到它呢 就会按了比例去按住我的数字呢 来到速度 如果我不按住SIFT 我回头 如果我没有按住SIFT 来点那个角的话呢 我再按这个5呢 那它就会扁了的 OK 按住SIFT 点一点的角 接着再按你的数字 那它就会非常好 那另外呢 我都发现到 如果你放了那个间尺出来 如果那个间尺出来 的话呢 你按住SIFT 去到 改这个 点一点的角落头 再改这个呢 它是不会 按比例去到缩放的 你会看到它高了的 那所以按住SIFT 令到它 按比例缩放 输入数字呢 你一定要先关掉间尺 行不行 那 5mm 那我将这个东西呢 变成一个 动 那这个 一加一减 这个 我们叫 Boolean 的 一个logic 就是 这个 TINGER CAD的一个 基本操作概念 那我将这个东西呢 和这个 两个物件呢 就开始做对齐了 那你可以按L 或者在上面这里 选 Aline 那我要哪一件不动 它可以令到 如果我就这样按 它就会两件一起动 但我不想那件大的件移动位 那么呢 我就可以先按一下L 选了这一件 然后呢 它就会基于我刚才选的那一件 来到鱼位的了 我要它放中间 那 那为了确保动穿它呢 我就想将这一件东西 放落少少的 那真的穿了 我才把它合体 合体 就是将它固定了 那接着这件东西就穿了 OK吗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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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ungroup 它 拿回那个 洞出来 先 我把这个洞 刁别棋 就是 就是 omac 押击d 那 如果你 你用mouse 按这里都可以的 那 pc 就ctrl d 那 这样 那 那它就多了一件 出来了 但那一件是会重叠了的 那 那 我把它移开先 那 那 那我想呢 这次我就会用个ruler 你看到呢 讓我先關閉網角透視 去正常位置,按摩頂 你看到現在大件是拍整齊了一條實色線 我先放RULA在實色線上,我只要看深度 你會看到它是60深,我想把它放在後半部的中間 要怎樣呢?你會發現 我按一按這個給你看 你會發現它的距離不是在中間 我怎樣可以讓它在中間呢? 在這三畫上,你按一按它 它就會基於那件物件的mid point,即是中心點 來比這個距離 從而你就會計算到 後半部的中間是多少 因為剛才這件東西是60 總長度,即是總深度是60 它的一半再一半 即是30加15,即是45 只要我們在這裏打45 它就會去了一個 後半部的中間的位置 然後再把這個 和大這件東西 按L 然後選一選大件那件 對齊它就在中間 然後再把這三件東西 再group 這樣就完成了 這次主要想說就是有一個 Ruler midpoint的應用 以及一些不規則形狀 那個proportional 那個scaling 那個小技巧 小貼士 我們再重溫一次 如果我想 將 這件東西 按比例放高放大 我們可以按住 按住 按任何的一點 都可以拉 用高這個都可以 你可以選擇 用這個 Snap Grid 這個 令到它 去到很精密 都可以 但是 因為 不同的形狀 你看到 你看到 18.19 這裏是21 那我怎樣可以 使用這個整數呢 如果用逐格推動的方法 就會很麻煩 所以 可以用剛才說的方法 先選擇 按住 按住 Shift 點一點 角落 然後 再改這個數值 譬如 我要 去到25 你留意 21 它都會 自己變了 這個就是按 比例的 縮放 的一個小技巧 記得 開啟了這個 簡尺 的時候 它是 這個小技巧 是用不著的 20 它只會放一邊 記得要沒有間尺的情況之下 去用 還有 這個間尺 剛才說過的 一些小技巧 就是 它可以 計 那個距離 是計 綠色這個距離 由這一點 去到這個物件的 mid point 還是去到一個 end point 希望這些小技巧可以令到你 更加掌握 更加容易用到這個 Tingercad的功能 真的很簡短的分享 今天的分享就是 那麼多 如果你覺得這條影片OK 有趣又有趣又有幫助的話 不妨給我一個like 以及把這條影片分享出去 如果有任何其他方法 如果你有什麼都可以留下留言給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看看